好 我们开始正式进入随便人克拉德的一个学习 随便人克拉德分析 我们可以打开他的官网 然后呢 我们可以点这个 reference 可以查看他的一些官网文档 官网文档这边 我们可以点开 这个 好 那我们正式进入设计呢 我们先学习他中间的第一个组件叫ERICA ERICA 那ERICA呢 是一个服务发现组件 那我们为什么用ERICA呢 我们去回来看看我们的原码 是现在的项目原码 我们在我们这里面 写死了关于另外一个服务的一个地址 对吧 那我们在如果这个服务出现问题的情况下 该怎么做 是吧 这个东西 好 那我们肯定是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如何解决呢 如果有一个服务的发现 或者服务住的中心 该都好 我们双方都去住的中心去找 就跟我们以前的Docupper一样 对吧 去这样做就OK了 那么ERICA就是这样的一个框架 它是一个服务发现组件 那在微服务架构中 服务发现是一个关键的原则之一 手动培着每个客户端 或者以某种手续做的原定都很难做 并且很脆弱 什么就很脆弱呢 就是这个突然死了 那就完蛋了 那Spring Cloud 帮我们提供了多种服务发现方式 如ERICA Consol 还有Docupper 那Spring Cloud支持最好的呢 就是ERICA ERICA 然后其次是Consol 然后再一个是Docupper Docupper 好 我们的服务发现 有两种方式 一种叫客户端发现方式 还一种叫服务端发现方式 我们主要讲的是客户端发现 客户端发现呢 就是由我们的客户端去发现别人 由我们客户端发现别人 那我们可以去看看服务发现的两种方式 我说了解一下 就是我们的 为服务的 叫服务发现 呢 这个 很脆弱 好 这是一个 我们的 这是负责平衡 这是什么呀 这是用服务发现 为什么我们要是用服务发现呢 这是我们的服务客户端 他在调用的时候 他可能会调用好多个服务 通过REST的风格 相互调用 那这样 如果直接指定IP的话 我们 中间出现一个问题 有问题的话就完蛋了 而且如何做到负责平衡 也是个问题 因为你指向的是其中一个IP 那再一个 我们就开始考证客户端 服务发现 服务发现的分为客户端发现 和服务端发现 那客户端发现呢 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都 都是什么 我去在这 注册的一个服务注册中心 然后呢 我们的服务提供者呢 也注册到了这 由我来去找他们 由我来去找他们 这就是我们的客户端发现 然后服务端发现 就这样子了 他去通过这个负责平衡 负责平衡 然后找什么呢 找我们的一些 其他的一个服务 其他服务 那跟 跟客户的发现 稍微多了一点点 就中间多了一个负责征衡 负责征衡 然后呢 中间还服务注册表 服务注册表的话 就是我们如何去 注册这个数据 如何注册数据 然后呢 如何去发送信条包 如何需要注册 这是他的一个大家的东西 那ERICA呢 就是其中的一个 叫客户的发现的一个框架 客户的发现框架 像这种东西呢 大家自己来看看 大家自己来看看 好 然后我们再去了解一下 ERICA ERICA 那ERICA是什么呢 ERICA ERICA 需要服务发现的机制 那ERICA呢 就是一个服务注册中心 它是由 Nedda Fix开发的 一个服务发现框架 它本身是一个 基于Rest的一个服务 主要定位在AWS中 它以前主要是在 亚马逊的云中 以达到负载均衡 和中间服务故障转移的目的 那Spring Canada 将它进行到 它的一个项目里面 叫Spring Canada 以实现Spring Canada 的一个服务发现功能 服务发现功能 那我们需要去了解 它一个东西啊 它里面有这么一个介绍 我们找找 可能大家稍微关注一下就行了 就这个 这个 这个是关于我们ERICA的一个 大约的东西 这上面它这个图画的 不是很完整 不是很完整 外面有个最大的框 它没有画出来 就在三个ERICA 外面有个最大的框 没有画出来 我们是正式为Rigion Rigion 然后呢 这里面这每一个ERICA 所有所在的这个区域呢 我们称称为宋 这是谁呢 这是早期 若是早下 就是亚马逊的 亚马逊云云的一个 一个称呼方式 一个称呼方式 因为我们刚刚说过嘛 在这儿 它主要是由于在AWS之间 是吧 就亚马逊云云 所以说它还是亚马逊云云的这块 那这一块是一个区域 一个小区域 就是US意思是EC US意思是ED 什么这些东西 它都属于谁呢 都属于亚马逊 叫US意思的 就是可能是美国东部 是吧 它这个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区域 好 那我们可以去看看 它的官方的文档 官方文档 在哪呢 我们可以去打开 我们的这个 Spring Cloud Spring Cloud 然后打开这个文档 我们可以去找 搜这个 Eureka Eureka 就是服务科业客户单 这里面 是它的一些介绍 大家的一些介绍 就在这儿 然后呢 Eureka因为本身 它并不是Spring Cloud 里面的 它是 那个 Netflix 所以说它 自己的一个地址 就是一个GatorHub地址 所以我们可以打开 我们GatorHub看看 这个GatorHub有点慢 好 Eureka 这个Eureka 是吧 那个它 这里面就是它的一些 其实介绍 我们可以找一找 我们有没有那个 点击是吧 这个 Wiki OK 我们有一些 看看 这里面就是它的一些介绍 在介绍 在这儿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图 这里面它是照样的说的 Eureka 看着 在这边有句话 在这儿 以及它如何运行的 这个动 这是一个词 这是一个 Eureka Colesterol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 每个区域里面的一个 Eureka的一个集群 它们三个都是一个 然后呢 这里面 至少有一个Eureka Colesterol 这就一个 一个 大的是一个 Region 这是AWS里面的一个说法 一个说法 好 下面它的一个介绍 再介绍 它这中间说的是 Service Reduce WithEureka And The Hudbit Review Last Every Thirty Second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的Eureka 这个服务 启动之后 它每隔30秒 就会向Eureka 发送一个心跳 心跳 如果 如果呢 这个服务 再加上 在多个心跳 中心里 没有收到数据 在多次之内 多少次呢 就是90秒 也就是三次 如果三次之内 没有收到这个 这段数据的话 Eureka 会将这个服务 服务的 从注册表中心中 把它给移除掉 再一个 Eureka 会通过 应该是 可能在这 通过复制的方式 将这个数据 给复制下来 忘记在哪了 大家自己来看看 行了 我英文也不行 大家了解一下 那 Eureka 是这样的 它可以通过 复制的方式 将其他的 Eureka 之间的数据 给复制过来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我们这个程序 注册到这个Eureka 上面去 然后呢 他们两个建立 一个观点 这个第二个 Eureka 就会从他上面 将他给复制过来 他们之前 做了相互通信 第二个 就是Eureka 还提供了 客户代行的机制 就是 即便是我们 所有Eureka 都死了 那么 他们这些本身 原先缓制的数据 他也可以拿过来 可以拿过来 这就是一些 一堆理论介绍 理论介绍的话 我们 就说这么多 说这么多 不多去 不多去 说太多 因为 理论东西 说起来很枯燥 大家自己看就行了 然后呢 有人说 我以前用过 ZCruper 那Eureka 比ZCruper 保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我们的 CEP理论 CEP理论 我们ZCruper 保持的是CP 就是一致性和分区融合性 而我们的Eureka 保证的是AP 就是我们的可用性和分区融合性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Eureka 首先要保证是可用性 Eureka每个界点 这是平等的 几个界点挂掉 都不会影响我们 这种工作 甚至界点 一定 依然可以提供 注册和查询服务 这个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他的一个特点 而且呢 ZCruper 还有个问题 就是我们知道 他的 他有个Lader 他的Lader呢 选举时间是很长的 选举时间很长 一般可能30秒到几分钟 而且选举期间呢 ZCruper继续会挂掉的 他不允许使用 这样的话 会导致我们的注册中心 会整个瘫痪 有时候在运营部署环境下 网络是整个集群失去 那个 就是这个界点 就是这三个 ZCruper 是吧 如果因为出现网络情况 导致这个 刚好这个Master 死了 那么他们剩下的投票之间 会导致整个 服务瘫 整个服务瘫 就是他的一个特点 所以我们现在用尤瑞卡 主要是保证 它这个可用性 可用性 这就是一个尤瑞卡介绍 介绍不是很好 大家稍微见谅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